《真人图书馆》活动 《真人图书馆》活动近年在各地兴起 即是好像借书一样借阅真人 和读者面对面沟通 就是我们组成一个好的组织 我们有好的联系 令读者能够接触到 原来有这么多精彩的故事 左手就不明白 对了 左手 就是揮手也能看到 以前我会觉得盲人 可能能力会否比我们低一点 但其实他们其他感官也很敏锐 我也想透过《真人图书馆》 去探讨一下偏见和误解 我也想了解他们误解的来源在哪里 我们最想达到的目的就是 人和人肯见对面聊天 这就是所有误会和偏见 可以掃除的第一步 香港推行《真人图书馆》 是否受到欢迎 遇到什么困难 看一看 这张是这样正面 还是这样 这边 没有火龙 我也忘记了 34岁的郭健和几个朋友 都是视像人士 他们很喜欢摄影 这天他们展出自己的作品 假设有一个视像朋友 他要过路 其实身边人应该怎么带他走呢 其实坊间有很多奇怪的方法 例如会有拔掌 扯手臂 拔衣袖 来 还有这边 这边 你们拍了很多人的 郭健能够看到0.8米范围里面的东西 属于药士 另外几位就完全失明 他们和参与者分享了一些 视像人士在生活中遇到的尴尬情况 他常常会帮我执着 例如 你最近有没有听东张西望 不如一起去UA听戏 其实我们本身是OK的 不过你硬把东西转了 我们反而觉得好像 有点不自然 会不会大家很难受呢 我觉得不会的 更何况我一直都目中无人 我一直都目中无人 他们还化身导师 分享视像人士的拍摄技巧 谢谢你 这个真的闻到花香 然后转过头 然后 然后就举肌 拍摄了 是 所以还有景深 还有前瞳后梦 其实是自动的 是 参加者之后 带上特别的墨镜 体会一下视像人士如何摄影 其实我们现在就会即将出回头 那可能就会有十分之处 我刚才整个过程其实很紧张 你要我蒙了眼睛 去看这个感觉世界 其实是一种恐惧的 透过这个活动 其实更加体验到 原来做一个生命人士 其实他面对一种困扰 其实也很大 视像的朋友 体验过后 参加者和视像人士 面对面深入谈谈 你们要怎样感受一个人 说话 语气 态度 我可以写你的分享 我是很有偏见 其实那种偏见 不畏意自己有 他们又不会觉得自己盲 是真的这么惨 因为他们找到自己的方式生存 我觉得这个感觉 这个体验是很不同的 这个活动叫真人图书馆 即是好像图书馆借书一样 借阅真人 和读者面对面偷通 目的是加深人与人之间的认识 消除误解甚至歧视 对视像人士是一种欣赏出现 就是原来他们都有能力 去看这个世界 只不过方式是不同 这就是一个容兵的过程 大家在日常生活 可以带着这种打破了尴尬的经历 带回去日常生活 就会没有那么多禁忌 真人图书馆是一个 国际性的组织和运动 而千年发源于丹麥的首都哥本哈根 一群丹麥的青年相信 只有真诚的沟通 才能够令人放下成见 在一个大型的音乐节上 邀请了75位人士 和音乐参与者对话 后来发展为真人图书馆 将人当成一本图书来借阅 进行面对面交流 加深了解 理工大学今年年初 和一个基金会合作设立真人图书网络 陈志达说 理工运动近年推展到欧美、亚洲 关注的内容也有变化 他们想关注的议题 比较跟violence有关 和被歧视的族群有关 到亚洲的时候 那个主题是丰富了 多了很多人跟你分享生命点滴 八年前香港开始引入 真人图书馆的概念 多个团体都用这个方式举办活动 香港的特色 就是Mamanist图书馆 有它的主题族群 比如它是专讲女性的 专讲福康的 专讲精神病患的 还有比如这个金灵图书馆 专讲老人家的 本来我想来这里是买朱古力酱的 大概真的要去到这么近的距离 才能看到梅子排骨酱 我平时买一样东西会花很多时间 通常我也想自己去解决这个问题 郭健做过真人图书 他患有先天性眼底发育不健全 亦都叫眼底变形 引致有近视、斜视和散光 配戴1000度的近视眼镜 亦都只能看到0.8米范围里面的东西 师傅瓜, 怎么摆? 虎瓜 先看看, 哪一只 这些看看吧, 看看哪一只 这些吗? 是 好 他说自己并不是完全失明 亦都因为这个原因 日常生活很容易遇到误解 甚至是歧视 我们介乎看到与看不到之间 人家第一眼望你 觉得你没问题 才会产生这些误解 出现这种夹心情况 所以才要告诉更多人 明天其实有这一类人的存在 这里实在太精彩了 很多智多彩的店铺、虚市 亦都有很多各式各样的人 几年前, 他买了一部相机 之后就迷上了摄影 随身带着相机 因为对眼的限制 很多时候他都是靠感觉 和光影拍摄 他说喜欢摄影 是想记录自己眼中不一样的世界 平时人看的光线应该是一个实体的圆形 但我看的光线是好像闪电 我的眼睛的散景是很漂亮的 比现在很漂亮的镜头的散景 但是我的世界绝对不是朦胧的 一样是清晰的 果然是焦点落了衣服上 我不需要太光红了 回到家撿照片 郭健会放大一些照片仔细观察 发现照片里面更多细节 其实回来也没什么特别遗憾 那个线条 我觉得四个主体之间的互动 我非常好 虽然对眼睛有限制 但是郭健慢慢调整心态 学会欣赏和接受自己 他和失明的太太 都很想和平常人平等地沟通 展示自己 包括天赋和限制 因为很多时候特殊需要的人 他们会有一个自己的圈子 通常都是和那个情况的人沟通 所以真人图书馆我相信是一个好的平台 去和不同的人深入的交流 我走过 就看到门口有些照片 然后就知道生命人士 其实都可以参与摄影这个艺术 有没有机会可以让更多人可以接触到 就是破除这些黑板的印象 唐一鸣是将真人图书馆 引入香港的发起人 他说找真人图书并不容易 因为要人愿意开放自己 分享心路历程、挫折 甚至是误解其事 其实相当困难 我们是说偏见和其事 有时候未必那么想 拿回心里面这些感受 拿出来分享 就算透过那些协会 可能在一百个会员里面 都是只有两三个 是愿意去做这个图书 另一个困难就是 做一次就很容易而已 但是如果长期这样去做 其实也是很困难的 除了读者得益 唐一鸣觉得真人图书 在过程中都得到了了解和肯定 在那个活动里面 他可以跳出自己的弱势身份 我拍照很厉害的 你终于看到了 而不是停留在我的弱势身份 让人去立体认识他其他的能力 有大学希望 香港建立更有规模的真人图书馆 情况是怎样呢 会不会受到香港人欢迎 下一节再看 香港我有用的 如果 命运能选择 十字街口 你我踏出的 背部 无用军滑 如果 活着能坦白 可是 虽然 虽然 四十三岁的柳面 这一天做街头表演 十三年前一场交通意外 令他变成伤残人士 他很喜欢唱歌 在朋友的鼓勵之下 他不時在街頭獻唱 以歌聲表達對生命 仍然抱有的熱情 我在那邊聽到音樂 我想是你們… 謝謝,謝謝你 你們繼續… 謝謝你的支持 我會支持 Busking在街邊 其實比較單向 就是用我們的歌聲 去告訴群眾 真人圖書館真的面對面 跟一些學生、一些朋友 比較深入的交通 我告訴你一個故事 他再問我一會 真人圖書館 是一個國際性的組織和運動 近年在世界各地流行 以圖書館借圖書的方法 來借出真人 例如名人、生命勇士 有特殊需要或者弱勢社群等等 他們會成為真人圖書 跟讀者面對面溝通 透過對話 希望促進人與人之間的了解 消除隔膜 我們今天在校園電視台 請到特別嘉賓 劉面,我們先給他掌聲吧 謝謝劉面 謝謝… 謝謝 這首歌叫青春仲 因為我青春的時候 太放縱了 一個禮拜經常去幾晚酒吧玩 怎料真的有一次喝完酒之後 朋友開車送我回家 走後駕駛開得太快 就發生了這次交通意外 導致我現在變成一個 四支雙刺人士了 這天 劉面成為真人圖書 來到這間中學 跟學生分享意外後 如何重建自信 原來我一點都不慘 原來我還有兩隻手緊如能力 我可以拿著電動輪椅 我可以四圍去 最大的啟發就是 原來我坐在駛椅上 我都可以幫到人 雙刺人士不一定是一個婦女 即是沒有對朋友有怨恨 還這麼樂觀,很神奇 沒有怨恨過朋友 對 發生過交通意外 她也有照顧了我兩年 照顧了兩年後就消失了 其實我也是沒有怨恨 因為畢竟是一個意外 其實大家都不想 那…面對吧 香港八年前開始引入 真人圖書館的概念 不同的組織和人士舉辦相關活動 今年年初 理工大學和一個基金會 研發了一個真人圖書網絡 用文字和視頻 收錄超過100位 香港以及亞洲地區的真人圖書 探討不同的社會議題 包括種族身份、多元職業 在職貧窮、童年逆境等等 負責人陳志達說 希望將真人圖書館系統化 給更多人可以接觸到 我們希望我們的故事擺出來 是克服生命中一些挑戰 即跨過一步 給予我們一些感覺 給予我們一些亮光 一些啟迪 都是我們所概括的範圍之內 整件事要再系統化 讓更多人知道 你看看 行人路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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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本也不夠一格輪椅走 又要下來馬路走 不過香港也有很多路都是這樣的 經歷車禍意外之後 樓面變成要坐輪椅的殘障人士 他因此消沉了三年 最不方便便上下車 經常要拿板 因為他的月台的距離太大 有時有車來就上 經常要等人 上一塊板要衝上那一刻 就快點開 但你不快點開 就經常卡住一塊板 你很可愛,阿翔 你後來… 平時外出街 有時街鋪有很多一級 經常都進不去 他又試過一次經歷 和幾個輪椅 三、四個 進去一間餐廳 但他看都不看就說 進不去就沒位置 去另一間 不是很多地方讓我們選擇 通常我們都是選擇酒樓 樓面說 平時外出街遇到過分熱心的人 有時亦令他很難堪 例如你走一街見到我們 就像皇帝經過一樣 快點… 全部拍在旁邊 讓人過… 其實路是夠的 你走你的,我走我的 大家普普通通就可以了 成為一本真人圖書 柳面說過程中增加了大眾 對輪椅人士的認識 亦減少了誤解 你多一個橋樑的地方 你就會更多人知道 大家都可以互相了解多點 溝通多點 有時在社會上 就不會有那麼多誤解 對… 這些親自可以加上 好 一起玩 你好,你們有沒有興趣去弄結他 我不懂 你有興趣過來學結他嗎 有沒有興趣 杭一鸣是引入真人图书馆概念 来到香港的发起人 这一天他们在海滨公园摆街站 被更多人接触到什么是真人图书 我们是一个叫真人图书馆的组织 我们也很想多一点聊天和分享故事 所以看到你们又弹吉他就适合了 家明是这次的真人图书 他是一位吉他老师 曾经因为有读写障碍失去信心 不过音乐令他找到其他出路 当时因为我读书很差 走出了可能自己本身一个安全圈 你会发现你会遇到很多问题 这几个年轻人是第一次听到真人图书馆 他们希望香港可以继续推广 这个想法是很好的 毕竟你在网络上或者看到文字的时候 没有了人与人对话那种真实感 如果社会一直是这样 没有一些人去尝试做这些东西的时候 社会只会越来越保守 或者大家就越来越沟通不了 我认为香港推行这件事是困难的 我们现在每个人都有一个保护罩 在自己身边 其实香港没有几个人 真的会悠闷地坐在这里跟你聊天 因为他们会认为时间是这么远的 为什么我要大废周章去做一个活动 都是只有几个人 我真的不如写一篇文章 让多些人阅读到 所以其实是和这个时代的价值观对抗 我们希望用最多的资源 去深入接触少数的人 希望有深入的改变去发生 为了推广真人图书馆 庞一鸣会在大学做培训 透过游戏 给学生接触真人图书之前做一些避霍 增加对那个群体的认知 有些什么偏见和歧视 你永世里冤不了血的 你这些是骚髒的 你不要跟我同台直伴 这些是骚髒的 不知道会否传染人 这个回合大家恶毒了很多 那你觉得你是谁 是不是爱知病患者 我们眸不住眼 然后其他人又大叫 其实很真心地体验到 他们平时面对什么的舆论 我觉得是直接帮助我 更加了解那一类人 他们深层次的想法 在游戏里面 他可以轻松去发现自己 原来我还未会沟通 我不太认识社会里面这些弱势社群 有了一个亲身体验的不足 那就会开始想去学一下沟通 庞一鸣说 希望越来越多香港人喜欢真人图书馆 打破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和执建 他希望由年轻人将这个精神传递出去 青年人其实是一个成长的阶段 如果我们可以趁他们还接触社会 不同的人的时候 令他们更加有同理心 更加能够认识到不同的人的需要 将来他们会成为一个 少点偏见、少点误解的人 真人图书馆的培训 是想将这个沟通的精神传给下一代 他们组织真人图书馆活动 传承这种精神由他们去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